铺油镯再装一层 再加顶镯套 再加花剑往外撬 撬一点点 助手加花剑套 注意左右不要放反了 再加墨桿推进去 加这个支口对上 用刀口齿量它的上下 这样两根都要量 再看它的左右 再看它的左右 如果有不平行的话 调整它的前后支撑高梯 直到它这里水平是好的 就是上下水平一致 看一下水平一致 再看一下它这边这四个角 这两个面有没有那个贴合 加烧后 少了后 将基桶达出 将铁桶达出 拿个发现套 注意它这个发现套上面有个点 这个点要对在这个洗锅的面 洗锅的箭槽上面 装好后再将螺杆吞进去 注意在螺杆这个洗锅的箭槽 也要和这个点对齐 这个植锅对上之后将发现套打进去 水冰调好之后 它这个发现是很松的 就手都能掰得动的 再用撬管家 罗兰撬到往往这边撬 撬到顶部 用这个摆翻表 用这摆翻表 这个小的圈 依作为基准面 基准点 再用撬 再铺油镯再装一次 再加这个顶镯顶镯套 再加花剑往外撤 撤一点点 用手加花剑一套 注意左右不要放反了 再加墨港吹进去 加这个支口对上 用刀口齿量它的上下 这样两根都要量 再看它的左右 再看它的左右 如果有不平行的话 稍等它的前后支撑高梯 直到它这里水平是好的 就是上下水平一致 上下水平一致 再看一下它这边 这四个角 这两个面 有没有那个贴合 烧好后 烧好后将鸡桶腰 进去 将鸡桶腰拉出来 然后发现套抓紧 注意它这个花圆桶上面有个点 这个点要对在这个洗锅里面 洗锅的箭桶上面 装好后 再将鸡桶腰进去 装好后再将鸡桶腰进去 再用敲锅桶花圆套和解锅箱和螺杆 对接 注意在螺杆这个洗锅的箭桶也要和这个点对齐 效果